2023年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军事预算 如果以美元来计算的话 美国是8167亿美元 中国是2247.9亿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它超过了四分之一 不到三分之一 而以2022年美中军事预算 占各国的总GDP的百分比的话 在美国是高达3.5% 在中国是1.6% 而中国现在的GDP是接近美国的71% 在几个月还没有出现 这些危机之前是73%